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章呢 其实就要谈这个报表之间的关系 好 那当然现在呢 其实财务报表分析不是在怎么算 而是从它的资料里头你怎么去解读 但是你要能够解读之前 你就要先知道这些资料怎么来的 所以你这样的解读你才会比较精准 好 所以呢 第十四章呢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要去讲它的什么概念 但是呢 我会去把第十四章要讲的是什么 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 那我也会示范一个例子 让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第十四章里头 我们要考试的提醒 我想大家应该会比较在意的是 那到底会怎么考试 好 那所以我会从后面找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 做一次给大家看说 我们到时候考试就是类似这样子 好 那我要你做的是什么 好 就是从我们找的例子里头 让大家去了解 好 所以要进行第十四章之前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 第十三章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第十三章一定会考 好 第十三章我一定会考报表 好 所以像之前呢 如果是买卖业的时候 我刚才我有跟你讲说 我一定会考损利表 因为大家知道编制 多战事损利表怎么编的 好 那讲股东权益的时候呢 讲权益那个时候呢 公司会计权益的部分的时候 我没有特别去跟你们讲 我要考权益变动表 或者是保冷预表 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复杂 或者是困难度没那么高 但是现金流量表 因为它跳脱了我们以前的 那个会计处理的准则 应计基础 所以它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会考 而且虽然中块的书里面 还是有这个现金流量表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 绝对是上不到这里 虽然是中块是一年的课 但是事实上 如果中块的范围 我整个全部要讲完 应该要三个学期 一年半 所以我们的中块呢 虽然课本的书 有这个现金流量表 这个章节 但是我们没有 到时候到中块的时候 不会再去提它 所以希望 但是中块会再去提它 是因为我们在中块里面 会谈到很多 比较复杂的交易 而且比较复杂的交易 在我们的 现金流量表的时候 编表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到写什么 所以在中块的时候 会再讲到现金流量表 是因为把中块里头 谈到一些的交易的形态 把它放进来 但是呢 只是它的基本上的逻辑 跟它的边表的格式 都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到了中块 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去 特别强调它 所以我就希望 我们在初块的时候 就把它讲清楚 好有问题吗 直接法可以考 哪一个 直接法 我们没有做过吗 我有做 直接法我们有讲过 我没有讲间接法 有讲直接法吧 我们是不是讲说 你从客户那边收到的钱 你付给供应商 记得吗 我们其实课本上的例子 有讲过 我还记得我写在这边 白板我是写在这边的 好 这边一开始 我先讲间接法 好 那直接法呢 我记得是写在这边 而且我有提过 只有营业活动 才有直接法 间接法之分 好 所以那时候 我有针对 直接法的营业活动 去解释 好 所以直接法 间接法 都有可能会考 好 但是现金流量表 反正一定会考 好 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金流量表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几页 有出救 5 6 5 6 5 5 5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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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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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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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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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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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accounts payable 它会有用处 好 accounts payable 其实 第14章可能还不会跟你讲 accounts payable会用到什么 因为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说有 应收账款收限天数 对不对 我们有算过 在我们讲财务比例的时候 应收账款 介绍应收账款的时候 我们讲说 应收账款周转率 然后来算出我的 应收账款的收限天数 好 那存货 我们也说 也有算过存货周转率 好 那存货周转率算出来之后 我们也可以去算出来 我的存货的销售天数 好 所以我们说 原则上 我们把存货的销售天数 加上应收账款的收限天数 我们叫做营业周期 想想看 我们当时候是不是说 营业周期是什么 什么叫做 Operating Cycle 我钱出去到我钱回来 好 我买货 我跟供应商进货 我就产生存货 好 那我钱出去了 其实我就产生应付账款 那应付账款 其实我如果要真的算营业周期 我还去算 我钱也没有付出去啊 因为我刚刚 我们之前讲说 公司跟公司之间交易 很少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所以你已经会现一个 产应付账款 所以应付账款 我也要去算什么 应付账款的周转率 然后得到 我应付账款 负现天数 也就是说 我买货进来了 但是我两个月以后才付钱 所以我在算 但是我算存货的销售天数 是我买进来就开始算了 所以我如果算营业周期 Operating Cycle 我是存货的销售天数 加应收账款的收线天数 减应付账款的负现天数 这个整个算出来才是我的什么 Operating Cycle 我们说Operating Cycle 就是我钱出去到我钱回来 我买了商品 要卖掉 我才有收钱 所以我买进来之后 要多少天才会卖 就是存货销售天数 我卖的时候产生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要多少天才会收回来 所以我要去算收线天数 所以这两个相加是我 从拥有这个商品 到我收到钱的时间有多长 但是我买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 我有产生应付账款 所以我要去算 那我产生应付账款 多少天才会卖掉 对不起 多少天才会去负现 所以我的销售天数 加上我的应收账款的收线天数 要减掉我负现的天数 就是我的Operating Cycle 就是我钱出去到我钱回来的时间 这是我们可以借由 财务报表的资料里头 可以算出我的营业周期 好 所以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它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我营业行为有直接相关的交易 才可以用这个科目 好 所以当时有特别强调 你要用科目的时候 是要小心 好 因为它有代表不同的意义 好 还有没有 都没有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跟大家做解释 或者是示范一次演练你们后面的喜体 有没有 好 因为一定 你们要先看过 有做过 有想过 我再来讲 你们才真的会有感觉啦 才有收获 要不然我做给你们看 我说了 我做 我很会做啊 我也很爱做 可是做了我会 是我会不是你们会啊 好 所以那就没有意义 好 有吗 一十三之六 一十三之六 Exercise嘛 好 藉由这个心理同学呢 他先先做过呢 一些练习 也许同学还没有去想过吧 691页嘛 好 他现在讲呢 他说下面有三个 我们的总分类账 好在2017年 然后有equipment 然后1月1号呢 他的余额是16万 7月1号呢 买了7万 然后呢 9月2号呢 他的 应该是说 就是他的那个设备呢 应该有做一些重建之类的 或者是做了一些增添 5万3千 然后再来呢 10月 11月10号的时候呢 他有卖掉了 这个出售了4万9千 好 接下来看一下累计折旧 1月1号呢 累计折旧的余额7万1 然后10月1号呢 他是 呃 借记累计折旧 2万8千 好 然后呢 其末 他做了调整 2万3千 所以其末的 累计折旧的金额是6万6千 然后保留盈余 好 当年度的其出 发放股力 还有当年度的损益结果 其出10万05千 其末是15万5千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他问你的是什么呢 他说呢 请针对上面的这些账户 这个总分类账呢 然后来指出他的 information 就是他 他陈述在我们的现金流量表 有什么样的讯息 他虽然说 in the right method 就是 间接法 间接法我们说只有营业活动 所以这个地方里面 我会有 跟营业活动有关系 跟我的投资活动有关系 跟我的筹资活动有关系 因为股力支出 就是投资活动 好 那我设备的增减 就是我的投资活动 那我另外提了折旧 好 在间接法之下呢 我们先从损益表开始 折旧份要去调整回来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好 这是我们的间接法 然后呢 他问你说 那处分设备的损失有5000块 好 那 有关于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现金呢 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第四了 好 所以这个例子里面呢 第一个 因为他说 我们跟 针对上面三个会计科目 所发生的交易 对于现金流量表 间接法之下 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好 因为他先讲间接法了嘛 好 所以 在我们的 cash flow 在我的营业活动 好 我这边呢 会做一个什么 调整 从我的 当期准益的结果 adjustment item呢 就这个例子里面 会有三个 我们是不是说 从 他的net income 好 这个我们就不用写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当年度的净利 好 净利呢 是67,000 他告诉我的67,000 好 我的调整 调整项目里面 有两个 就这个例子有两个 第一个呢 我有折旧费用 折旧费用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 所以折旧费用我要加 好 他的折旧费用多少 因为他告诉我年底 我调整的折旧费用是 两万三千 所以我加回来 因为这个费用发生 没有产生现金流出 好 这是第一个 先从损益表里头找出 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的 收入费用客户 第二个 我们接下来就是找 损益表里头 不属于营业活动的 那这个例子里面 他告诉我 当年度有出售设备 那出售设备呢 就有损益的可能性嘛 很少说我的账面金额 刚好就是我卖掉的金额 所以很有可能 你卖掉拿回来的金额 跟你的账面金额不同 所以我有处分损益 那这边的 其他的information里面 他是不是告诉我说呢 他出售这个设备有损失 Lost on Disposal Print Assets 好 所以我有这个损失 这个损失呢 跟我的营业活动没关系 因为出售设备 是我的什么 投资活动 所以这个损失 不是我营业活动的 所以我要加5000 好 这是我处分 这个 处分损失 好 那跟我营业活动无关 所以这是营业活动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我的投资活动 好 我们也不用去写余有啦 因为资料不完全 他只问上面这些交易 对这个 现金流量表有什么影响而已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是我的Cash Flow from Investment Investing 投资的 Activity 好 这个例子有两个 一个是处分 好 我卖掉了 我处分这个设备 我拿到多少现金 第二个 因为他有买 我说了 他没有特别讲 我就认为 他没有特别强调他买 还没付钱的话 我就认为我买 我就付钱了 好 Purchase of equipment 好 看一下呢 他买的 因为这个金额比较简单 然后直接在上面有写了 他买了 有四万九千 对不起 对不对 这是卖 好 他另外呢 有重建嘛 就是 Pay for 我不要写买 因为他不是讲买 他是只是说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买了 没有特别讲 他为了这个设备做了一些重建嘛 或者是做了一些的增添 好 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 资本支出 所以资本支出就是我的投资活动 好 那这个金额已经上面告诉你了 他就是付了五万三千 所以等于意思 我发生这个交易的时候是 Debit equipment 五万三千 Credit cash 五万三千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他卖 卖掉这个设备原始的成本四万九千 那另外呢 我有提列的折旧 那个冲销了 他的折旧费用是两万八千 好 这是资料上面给我们的 那去想想看他的分路 以前我们要问的是说 那他卖这个设备拿到多少现金 对不对 好 他卖掉这个设备拿到多少现金 如果你没有办法吃到的时候 你可以写分路 你卖掉 基本上没特别讲 已经拿到现金 好 那我卖掉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说 我要把相关的 这个资产科目冲掉 他告诉我累计则就冲掉两万八千 然后我的equipment呢 冲掉的是四万九千 这是从他的总分类账里头看到的 好 四万九千卖掉了 好 四万九千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里上面这里是告诉我 我有一个出售 出售损失 那你想出售损失 损失发生在哪里 在借房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借贷方我的科目就只有这样而已啊 因为卖掉设备 所以他原始成本跟累计则就要冲掉 我卖掉设备拿到现金 那卖掉设备有没有发生损失 损益 有 他告诉我发生损失五千 所以我把相关的资产都放上来之后 那你看四万九减掉三万三 所以是一万六 好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呢 你卖掉这个设备收到的现金就是一万六 好 那再来 这是我投资活动 然后再来呢 就一个什么 投资活 那个投资活动 因为他只有告诉我一个什么 他支付了鼓励 好 然后呢 这个支付鼓励呢 因为他没有跟我讲有应付鼓励 就当做什么 他付现金的 而且他这边后面也告诉我 他夸服告诉我的是什么 他是现金鼓励 但是他现金鼓励呢 原则上 因为你还没有付钱也可以什么 借现金带 带应付鼓励 那也是借鼓励支出 对不起 借鼓励支出带应付鼓励 你还没有付的时候 那他到底付了没 因为如果他还没付 那我的投资 投资活动的 也没有产生现金流出 如果他还没付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他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告诉我 他付了没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他的instruction里面 并没有特别讲 并没有特别讲 他看一下 他这边已经付了 告诉你五万三千那个 那这个例子里头没有 所以我只要写什么 pay for dividend 支付股利的现金金额是17000 好 所以我支付现金 股利呢是17000 就可以了 好 就没有了 好 就这个例子 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例子里头 比较有 难度一点点的 就是 你怎么找到 这个 你出售这个设备 你出售这个print access 你拿到多少现金 我说你只要知道分路怎么写 你就可以知道了 好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 那你就是把分路写出来 我卖掉设备 分路会长什么样子 卖掉设备 所以他原始成本会冲掉 他相关的累积者就会冲掉 那这个设备 卖有没有损益 他发生损失 所以在借房 发生利益 那就在待房 好 那我既然卖 没有告诉我 有没有收到钱 就是当作他有收到钱 所以那我收到多少钱 你要让他的分路能够平衡 所以我的现金就是收到一万六 所以这个例子 大概只有这个地方 对不起 那我漏掉了 好 他七月一号呢 他也买了设备 好 我忘记 漏掉了 所以我这边还有买 好 pay for purchase 购买 好 一样是 有他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要把它写上来 所以我出售拿到现金是一万六 剩下来是我买设备五万 这个contract 然后呢 是买了设备七万 好 这个药 是我漏掉了 好 检查一下 7月1号 9月3 10 9月2号 好 11月10号 好 都有了 好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那他买设备 也没告诉我他没付钱的话 我们就当做他付钱了 因为他没有资料告诉我他没付钱 好 还有没有 可以讲一下655上面的 就这两个黑色字的比较多像 655吗 就inventory的那个 可以延伸 好 increase in inventory吗 好 基本上呢 当我们在做间接法的时候 我们说间接法 它的编表的流程 尤其这营业活动才有间接法 先从损益表里面的损益结果开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调整 第一个 损益表里头不涉及现金流进流出的 第二个 不属于营业活动的 第三个 我们去调整 呃 我们去那个 比较 其出其末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流动资产里面 那流动资产里面呢 应收 这个存货 存货增加 你去想啊 存货增加我要不要付钱 我们先讲 我们先不管它有应付账款这件问题 我买东西进来 我不要付钱 要吗 好 我付钱了 但是 我付钱这个动作 有没有反映在我的资产 反映在我的损益表里面 没有 我损益表是 卖掉的部分才承认为销货成本啊 我没有卖掉的部分 它不是我的销货成本 所以没有反映在我的损益表 可是我付钱啊 所以我是不是产生现金流出了 好 所以当你的存货增加 表示你买进来 付钱了 还没有卖掉 既然它还没有卖掉 就没有出现在损益表 可是因为你付钱了 而存货这个东西跟你的营业活动有关系 所以我要编在营业活动的底下 当我的流动资产增加 好 像存货增加 就是我买进来还没有卖掉 所以没有放在损益表里面 可是我已经付钱了 所以我要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出增加 那如果是运收账款 这边有没有运收账款 好 没有 我们先讲运收账款 如果运收账款减少 运收账款减少 如果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减少 没有特别跟你讲 运收账款减少就是 因为你收到钱了嘛 对不对 运收账款减少就是你收到钱了嘛 那你运收账款 你减少的话表示说 我期初的运收账款 比期末的运收账款还要多 期初的运收账款 比期末的运收账款还要多 所以我才会运收账款减少 那运收账款减少 没有特别告诉你的话 就是我收到钱了 就是我收到钱了 可是运收账款收到钱 有没有反映在我的损益表里面 没有 因为运收账款是上个年度 我已经承认销货收入了 那是上个年度啊 我今年度没有再承认销货收入了 是上个年度我承认收入还没收到钱 才会产生运收账款 可是我今年收到钱 只要跟我营业活动有关系的 不管 所以我讲哦 现金流量表就是 只看钱 什么时候收到 什么时候付 我只要今年收到钱 我不管是收到以前该收的 运收账款收限 或者是我收到 未来才会承认为销货的 运收货款 人家已经先付钱给我了 我还没有把货交给他 所以我还没有承认收入 可是我收到钱了 所以在现金流量表里面 我就要承认 有这个 因为客户来的现金增加 来自客户的现金增加 流入了 所以我说了 我不管是以前该收 还没收到的 运收账款收限 还是收到 未来才会把货交出去的 运收货款 我不管 好 只要我现在收到钱 我就承认 这个年度的现金流入 好 那这第二个呢 655页呢 increase in prepaid expense 预付费用 预付费用 想想我原来的分顾 是不是借预付贷现金 好 这个预付 我已经付钱了嘛 因为代替现金了嘛 可是预付 我承认为费用了吗 既然是一个预付 预付我们是放在 这个资产负债表算资产 所以他没有认列为费用 他没有认列为费用 他这个金额 你这付钱的这个事实 就没有反映在你的 损益表里面 好 损益表是收入费用 预付还不是我的费用科目 所以他没有放在我的损益表里面 所以他没有在损益表里头 没有包含这笔先付出去的钱 可是我已经什么 付出去了 而且我预付的是营业费用 所以这个预付费用 通常我们一定是跟营业行为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 我的营业活动的现金流出 尤其是当它预付费用增加 相反的 如果预付费用减少 那表示说我预付费用减少 是我今年已经把它转为费用了 可是我转为费用 我今年有没有再付钱 没有啊 因为以前年度已经付钱了 所以当我的预付费用减少的时候 表示我之前已经付过钱了 那我今年消耗掉它的经济消益 所以转为费用 转为费用就放在损益表里面 可是这笔费用你有再付钱吗 没有 因为以前付了 所以我要把它加回来 损益表里面承认这个费用 可是我今年没有再付钱了 所以我事实上付的钱没那么多 所以我把它加回来 因为流出的金额 没有损益表那么多 它就加 好 所以它有一点点 要稍微转弯一下 好 这是655页 如果你有存货增加 预付增加 那很多书上会给你conclusion 就做一个结论 只要是流动资产增加 就是当做减 只要流动资产减少当做加 我不要你背 因为你背了一定会乱 这样你到时候一乱 一错 全部都错了 所以我说你去理解它 比较重要 因为你背 你到时候一定会乱掉 好 所以你背 要是背错了 就全部都错了 那如果你可以理解它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好 还有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就先 先讲一下下 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讲第14章了 好 未来大家有机会一定会修到财务报表分析 好 那财务报表分析呢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很相似 不是很相似啊 有关系 但是呢我说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第14章 有可能讲一个学期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它只是很自私化的 它有公式 但是这个公式其实你不用背它 你不用背它 你只要从我要知道它的比率 我要分析什么 我就可以去推想 我要从这个报表里头 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料 从哪 怎么样去找到我要的讯息 重点是我要怎么从报表里头 找到我要的讯息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第14章要讲的 那第14章 未来会是你们财三同学的必修课 财务报表分析 那这个地方 第14章其实就是什么 财务报表分析 那这一章只是告诉你 它的比例怎么算 好 那从这个比例怎么算 里头带进来告诉你说 这报表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但是你怎么去解读它 那不是从数字里头 直接去看出来的 数字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已 我们在做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有些数据加 非量化的资料 才能够做分析 好 因为 现在公司赚钱 假设我做出来的数据说 好 这家公司赚钱 明年会不会赚 你怎么会知道 你如果单纯从这个数据里头 你看不出来 你说从五年前 它都是一路都是在赚钱 获利都是在增加的 好 它每一年的相对 当年度比前一年都是在增加的 但是你怎么知道 明年一定会比今年的还要 数字还要高呢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从它的趋势里头 就一定可以端定 它未来是怎样 不完全 好 大部分是不行的 好 所以 譬如说 好 现在就在讲说 半导体 好 现在呢 在谈说 大陆在扶植 所谓他们当 他们国家自己的半导体 那现在我们的半导体很夯 对不对 像比如说什么好几家台积电啊 台积电也算半导体啊 可是 它现在一直 一直在技术领先 好 那当然很多的 像苹果啦 或者很多的大公司 都会跟它 买它的晶片 可是 你怎么知道 大陆的半导体 是不是明年就会串起来 还是有办法去 很短的时间 获得 所谓的 什么几奈米的那个生产技术出来 你也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说 台积电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赚钱 所以明年一定会赚 难说 会赚的更多更少 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什么 有一些非量化的资料来佐证 所以财务办法分析里面 数据的东西只是一个什么 基本资料的提供 但是你要去做判读 你需要很多非量化的资料 你才能够去衍生未来的发展 好 那也是预估的 好 你预测 本来未来的事情 你本来就不知道 你只是有没有有根据的去预测未来而已 好 那所以这一张呢 只是很单纯的 告诉你说有几个比例啊 比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已 好 跟报表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当我们在做比较 好 大家 人嘛 都难免要比较 为什么你长得比我高 好 所以 当你在做人跟人之间难免会比较 更何况 公司跟公司之间 一定会做比较 那你在做比较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记得 好 我比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 基础相同的 什么叫基础相同 大人才可以跟大人比较 你不要大人的身高 拿一个小孩子来比较 那这样就没得比啊 所以当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 你要什么 你要去比较他的同职性 或者是他的一个规模 好 所以我们才讲说 当我们在做公司比较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参务比较分析的时候 有自己跟自己比 我今年常说 你每一年 今年到了 你是不是会去写 我今年的愿望是什么 我今年要比去年还要成长 好 就是我表现比去年还好之类的 好 所以自己跟自己比 好 那除了自己跟自己比之外 你一定会什么 跟别人比 那你跟别人比的时候 尤其要什么 跟你比较类似的 好 不要说 不要雷同的 那个公司来做比较 或者是你跟同学 你同财比较 你不要 你这个大学 你大学跟国中比 那就没有意义 好 所以一定要什么 相同 没什么意义 不同产业啊 中刚是制造业 而且是重工业的制造业 那国泰金呢 是金融业 它根本就不是生产的 它是一个金融服务业 所以这两个是南辕北策的公司 你比较 你要比较的意义在哪里 好 没有意义 你要比如说 我今天要 假设我要投资 好 金融业好了 那你说我比较 我是要投资国泰金 或者是我要去评估一下 那现在的金融业 到底是国泰金 好呢 还是中心金好 还是 中心金不要讲了 富邦金好了 中心金最近有些 比较负面的消息 那至少富邦金还不错 还没有这些问题 好 富邦金跟国泰金 那到底 如果你现在 未来要去找工作 要找这两家公司 你要怎么去筛选 你只要去决定 好 所以你要同产业 好 那 所以有同产业的比较 那如果没有呢 我还有一个什么 同产业的平均数 我们有个中华征信 中华征信所 每一年 它都会出一本 不是一本 很厚一本 不知道一本还几本 很厚的资料 就是把所有台湾的产业 然后分类别 然后去做它的产业的平均值 所以你在做比较的时候 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比 自己跟同产业的其他公司比 那要不然的话呢 我自己可以跟我的同产业的平均值来比较 好 然后知道说这个公司表现的好不好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调整空间没有之类的 那待我说了 算出来只是一个数据 那对于你未来 这个公司你的判读 其实需要更多的非量化的资料来判读 会更精准 更有意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的财务报表分析的模式有几种 我刚刚讲方式 就是我比较的对象 可以自己跟过 自现在跟过去的自己比 自己 这个跟同产业的其他公司比 或者是比较同产业的平均值都可以 那我的比较的方式 这是我比较的对象 好 那我们现在比较的方式有两种 大致来说有两种 一种叫共同比分析 一个叫做水平分析 共同比分析又叫垂直分析 然后呢 趋势分析又叫做水平分析 好 那这个垂直分析呢 就是指当年度去比较 水平分析呢 就是趋势又叫趋势分析 我这三年来的趋势 好 这个叫趋势分析 然后另外一种 除了共同比分析垂直分析之外 那个水平分析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比率分析 那比率分析呢 它也需要 就是说也要做比较的啦 我们讲的 不管你是共同比分析也好 比率分析也好 你其实都要什么 都要做比较 也就是说自己跟自己比 自己跟同产业的其他公司比 好 这个都是要的 只是如果我的算比较的方式有这几个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 请你先看一下那个 7之 所以看一下呢712页 好我们先看一下好了 好 712页呢 它说呢 我们要做比较的 比较分析的需要 好 第一个呢是公司之间的比较 好 那 通常呢会是 呃 去比较的是 就是呃 自己跟自己比 公司之间是指 现在的公司跟 以往自己的这同一家公司 好 所以它就是讲 它的train 它的趋势 那第二个呢是industry 产业平均 好 那第三个呢就是产业平均值 第三个呢也是intercompany basis 是指同产业的公司彼此之间 好 第一个intercompany basis 是指intra intra就是公司自己 自己现在跟过去比 那第三个intercompany 就公司跟公司之间 同产业的公司跟公司之间的比较 好 那我比较的时候的工具 或者是我们说比较的方法 好 其实你看一下呢 有这个所谓的水平分析 水平分析呢又叫做什么 一个train就是趋势分析 那vertical analysis呢叫垂直分析 就是同一个报表去计算的 好 第三个呢是ratial analysis 叫比率分析 那我们最常会用 呃计算很多其实是比率分析 你要去 就是说它会有几个的计算方式 好 好那我们会主意的去看一下 什么叫水平分析呢 看一下 好水平分析呢 请你看一下 比如说课本上面的713页的 illustration 14之1 他说呢这个公司 他说呢这个公司2017年2016年2015年 从2015年到2017年他的sales next sales 销货金额 好 那2015年呢是18781到2017年呢是19860 所以他的趋势是什么 每一年都在成长 但是他的成长比例是多少呢 我们拿2015年当做基准 当做基期 然后2016年呢是成长的6% 好 因为你可以看呢 Electration的14之4 他就告诉你呢 2015年当基期 2016年叫2015年呢成长了6% 所以他占的比例是106% 然后呢2017年呢 叫2015年成长了5.7% 所以2017年跟2016年来比较的话 2017年是稍微的衰退了 因为2015年的比较基期的时候 2016年是6%的成长 但是2017年的时候 相较2015年只有成长5.7% 所以比6%还少 这个叫做水平分析 就同一个项目 然后不同年度去做比较 所以叫做水平分析 又叫做趋势分析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714页呢 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 这是Electration 14之5 我们来看一下呢 它是什么 资产资产负债表 好 所以这个资产负债 我们在水平分析的时候 是指不同的年度 但是相同的科目 或相同的项目 所以看一下呢 2016年跟2017年 它的无形资产 2016年是17500 2017年是剩下15000 所以它产生什么 减少了14.3 好 是拿2016年当基准 2017年相较于2016年呢 就减少了14.3 好 这个就是趋势分析 好 但趋势分析 所以你在做比较的时候 千万不要早两年 你最短要三年 最好有五年 更好有十年 因为越长 你越能够看出 它的一个趋势出来 好 那这边只是要算给你看而已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 无形资产 也有一个趋势 就是同一个项目 所以水平分析是同一个项目 不同年度 它的变动 好 这个叫做趋势分析 然后看一下 再看一下呢 Income Statement 损益表的 好 可以看一下呢 就2016年跟2017年的销货收入 2017年呢 是增加了12% 好 相较于2017年 相较于2016年呢 是增加了12% 增加的绝对金额是 23万5千 好 所以 当我们在做财务表分析的时候 要看它的金额 也要看它的比率 好 你说百分之 常常我想说 这个升息一码半码 一码就0.25百分比 那升息半码是 0.125百分比 你想说这么差一点点而已 就0.25 0.125 还后面有个百分比 所以0.00 0.0025 0.00125 金额这个数字那么小 可是你要知道 所以这个比例看起来不大 可是如果你把金额算进去 你的倍成数 假设我是一个很有钱的 随便讲 好像银行好了 银行它的资产 假设都是好几亿的 你只要差个0.00125 就差很多 如果你说我只有100块的话 那当然是没差 连毛都算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做财务表分析的时候 除了看比率 也要看绝对金额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呢 这里就告诉你说 好 这个趋势里面 2017年相较2016年 我是成长的12% 金额增加了23500 每一个项目或每一个科目的金额 前后期比较 就这样子 像这个例子就是前2016跟2017年比较 好 同一个项目 消货收入2017年增加了12% 消货成本减少了20.3 好 这是同一个项目 所以这是什么 水平分析 好 那保留音域也是类似 这14 Ellectration 14-7 你就自己先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什么叫做垂直分析 我把垂直分析看完 因为这比较没什么计算 也比较简单 只告诉你 水平分析是怎么来的 什么叫做垂直分析 垂直分析是同一个报表的 找一个数字当做基准 这个报表里面的每一个 科目的金额或每个项目的金额 占它的比率 这个叫做Vertical Analysis 叫做垂直分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717页 2017年的这个 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垂直分析 资产负债表 我们在做垂直分析 我们拿总资产当做一个基准 好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的总资产 你可以看这边 是2017年的总资产 都是百分之百 然后呢 我的无形资产是占了0.8 然后固定资产是占了43.6 然后流动资产占了55.6 好 那如果2016年的时候呢 我的垂直分析是 我的总资产呢 也是一样100 但是呢 我的流动资产是占了59.2 然后我的厂房设备呢 占了39.7 所以从2016年跟2017年 我垂直分析完也可以看他的所谓的趋势分析 所以趋势分析的可以看得出来说2017年他的流动资产的比例降低了 跑到哪里跑到他的固定资产去了 好 这个叫做垂直分析 资产负债表拿以总资产当作是一个基准 就是当作的base 然后看每一个项目或每个科目占他的比例 好 所以2017年的总资产 2016年的总资产 好 这是资产负债表 再来看一下呢 我的损益表 损益表以nexus 销货金额当作百分之百当作分母 不是销货收入哦 因为销货收入要减掉销货退回与责让 还有销货折扣 好 所以呢 你的销货收入很有可能是占销货金额超过百分之百 有可能 因为如果你发生了销货退回 销货责让与折扣的话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们看一下2017年 我的nexus呢 好 是百分之百当作是我的分 基期嘛 基准 然后我的销货收入呢 是占了104.7 好 我说了 因为销货总额 要减掉销货退回 销货折让 销货折扣才会得到销货金额 所以当我在做所谓的垂直分析 共同比分析的时候 我拿销货金额当作基准 当作我的分母 然后来看每一个项目或科目 占它金额的比例 所以你可以看呢 我的销货毛利是占了38.9 好 成本是占了61.1 那相较2016年呢 我的销货成本呢 我的是62.1 好 所以表示我2017年的毛利有提升了 好 那2017年的净利呢 也相较于2016年的比例也有提升 2016年呢 我的净利率就有11.4 但是2017年我的净利率有12.6 好 所以表示呢 这家公司如果从单纯这两年来看 2017年是公司的经营有提升 好 所以它的经营技巧就增加了 但是你说它从11.4增加12.6 就值得给这个所谓的经营团队鼓励或掌声吗 如果大家都成长 如果别人呢 它的获利能力呢 其实都增长了20%以上 它只从从11.4增加为12.6 增加一点点的话 那它就不见得值得你去鼓励它 如果大家都在衰退 净利率都衰退的 可以它增加 那就是值得鼓励 所以这是财务报表分析 所以这个叫共同比分析 共同比分析就是 报表里面找一个当作基准 资产负债表拿总资产 损益表拿销货净额 请你要特别留意 不是销货净额 是销货净额 当作我的百分之百的基准 然后再来看 这个报表里面的其他的 每一个科目或项目 跟这个销货净额来做比较 它的比例是多少 这个叫做垂直分析 好 所以我们先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共同比分析 或叫水平分析 好 水平分析叫趋势分析 共同比分析就是垂直分析 因为某一个共同的比例 销货 损益表就搭销货净额当共同比 然后资产负债表拿总资产当共同比 好 这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工具 有垂直分析 有水平分析 现在还能复制 所以可行 就已经很快